魏无羡扭头,好奇地问,其实我也很好奇,以前总是看不惯我的蓝忘机,现在为何要站在我这边? 是什么原因改变了你,韩光君? 蓝忘机低声解释,没有看不惯你。 是吗? 魏无羡似乎对他的解释不感兴趣,广袖一甩,准备离开。 蓝忘机下意识地捉住他的手腕,声音听上去有些急切,你去哪里? 上楼睡觉,怎么,韩光君要一起吗? 魏无羡头也没回,分明是挑逗的话,他却说得一本正经。 蓝忘机悄然红了耳尖,松开了他的手。 魏无羡示意电小二带路,湿湿燃上了楼梯。 莫玄宇正端了托盘出来,上面是刚做好的饭菜和他特意温的一壶酒。 见他上楼,便也端着托盘跟了上去,乖巧十足地讨好道,先生,我特意给您温的酒,您一会尝尝。 即使温了酒,该写的小记仍然要写,三千字,少一个都不行。 三千字。 墨玄宇欲哭无泪,三千字的反思,他今晚别想睡了。 四时过半,魏无羡的房门总算开了。 一身紧致黑衣穿得整整齐齐妥贴端正,袖口竖着万代,一头青丝扎成高马尾,只缠了一根鲜红发带,整个人看上去神清气爽,潇洒利落。 驻他隔壁的墨玄宇也同时开门,打着哈欠走了过来,前辈,今天这么早。 走廊上迎面过来的思锥和景仪对视一眼,颇为无语,都快到五十了才起,哪里早了? 魏无羡边下楼边道,一副没睡的样子,昨晚去干嘛了? 墨玄宇在他身后一步一趋,和思锥景仪擦身之际点头打了招呼。 闻言,将怀里奋斗了一碗的笔记递给他,撇嘴道,先生罚我三千字的反思小计。 魏无羡接过,在大堂里寻了个位置坐下翻看。 墨玄宇换了小二点菜,这个时间早膳已经没了,只能让厨房炒两个菜送过来。 盖,你以为也省很多吗? 下手那么粗鲁,都不知道先取了他的腰圆。 以后每天多练习练习,如何更准确地掌握自己的力量。 还不是先生说时过生魂的腰圆过于鸡肋吗? 墨玄宇小声辩解。 魏无羡和尚笔记丢给他,挑了挑眉,你又听他胡说。 这世上还有我搞不定的东西吗? 在鸡肋,到了他手里也能化腐朽为神奇。 墨玄宇不答,神仙打架,烦人遭殃,先生和前辈每天都在较劲,他已经习惯了。 这种时候,作为中间人的他,闭嘴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 话题果然中止。 魏无羡百无聊赖地趴在桌上,目光转了一圈,这才发现大堂里坐着三三两两的人。 衣着统一,据是一群头戴抹额的白衣少年,他们坐姿端正,仪态优雅,长得也俊秀,看上去极为赏心悦目。 哪里来的这么多小朋友? 看着还挺顺眼。 魏无羡依旧趴着不动。 墨玄宇诧异地看他,貌似上次那群白衣服的长得也不差。 他不是还一瞅到他了为由揍了人家一顿,怎么今天这么好说话了? 姑苏蓝氏的人,我们昨天在大范山碰到的,还有,那个韩光君也在这里。 墨玄宇低声解释,他莫名担心,他家前辈这个样,要是看见蓝忘机,岂不是连路都走不动了? 毕竟以往经验来看,他对长得好看得特别优待,幸好一直以来能入他眼的几乎没有,看得顺眼的也就此时眼前这群姑苏蓝氏的小辈。 韩光君,蓝氏双臂之一,人称逢乱必出的蓝忘机。 魏无羡煞煞时来了精神,也不再趴着了。 恰逢此时,一人自二楼出现,一身白衣圣血,不染仙尘,那人背挺得端正笔直。 郡义非凡的面容,清冷如霜,如镯如磨,额前竖着卷云纹磨额,整个人看上去跟尊玉像似的郡吉雅吉。 魏无羡眼睛一亮,好看的桃花眼里闪烁着灼灼滑光,他拂掌而叹,果然是佼佼君子。 赵氏明珠,好个翩翩公子,真是凌凌不可犯。 被他夸赞的主人步履悠然,拾接而下,浅色的眸子似乎还看了他一眼。 墨玄宇一看他反应就知道自己没白担心。 无奈浮额,指望前辈矜持点,别太触隔。 矜持是不可能矜持的。 眼见着蓝忘机越走越近,魏无羡冲他挥了挥手,笑得无比灿烂,比外面的娇羊更明媚夺目。 蓝忘机步履微顿,平静的心弧因他这一笑波澜迭起,垂在身侧的手紧握成拳,极力隐忍着内心震动,神色自若地走到魏无羡面前,在他对面坐下。 见此,魏无羡笑得更开心,微微歪了一下头,伸出右手,期待地看着他,道, 韩光君这么好看,我长得也不差,如若不嫌弃,咱们交个朋友呗。 那双眼睛过于清澈明亮,不负昨日凉薄,蓝忘机心中一致,盯着伸到面前的这只手久久不语。 魏无羡见他没反应,又挥了挥手,继续道,韩光君你别这么冷漠嘛,我是真心想和你做朋友的。 蓝忘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,伸手握住眼前乱晃的手,温热的指尖相处,又极快地松开。 轻声道,我一真心,魏无羡觉得那个眼神过于复杂,复杂的他有点看不懂。 不过蓝忘机答应和他相交,已足够让他兴奋。 恰好小二上菜,转移了他的视线。 韩光君,你用饭了吗?要不要一起?用过了。 蓝忘机摇头,看着桌上红红火火的一片,空气中似乎都充斥着十足的辛辣之气。 蓝忘机眉间微不可查地拧了拧。 莫玄宇默默地端了自己的饭碗起身,道,我还是自己坐一桌比较好。 魏无羡向他投了一个赞赏的眼神,顺便扒了一小盘红烧肉到他碗里。 莫玄宇嘴角抽了抽,端了盘菜走开,重新挑了个距离稍远的空桌。 坐在角落的景仪和司追小声嘀咕,我们在这里等了一上午,你说韩光君该不会就是为了等他们吧? 不然,为什么他们一下楼,韩光君也跟着下来了? 我想,多半是因为为,前辈吧。 许氏不知该怎么称呼,思追想了一下还是礼貌地尊了一声前辈。 不是有传言说他们不合吗? 看现在这情况完全和传言不符吗? 传言不可尽信,其中真假外人又如何能知? 不过,传言他放浪不羁这点,我觉得还是挺符合的,你看他做没做想,还对韩光君动手动脚的,要是在云深不知处,早就被罚钞加贵了。 说是这么说,景仪心里倒是有几分佩服,毕竟能和韩光君零距离接触还不被排斥的,他也是第一次见。 只是握个手而已,怎么就算动手动脚了? 对于蓝景仪乱用词汇这点,思追无奈福娥,为前辈不是姑苏蓝氏的人,自是不用遵守蓝氏家规。 也是,此时他们尚不知,即使后来为无限成了姑苏蓝氏的人,也没遵守过蓝氏家规。 只因有个户妻狂魔宠妻成瘾,四千家规视若无睹,就连古板如蓝老先生对此也莫可奈何。 饭后续茶,蓝忘机总算找到机会开口,魏英,可愿随我去姑苏。 她问得小心翼翼,浅色的眸子闪烁着期望和稀迹的光芒。 姑苏好玩吗?蓝忘机被她问住,回望她的前半生, 从来就和玩这个字没沾过边,蓝忘机也不知道该说好还是不好。 干巴巴地说,你以前去过? 魏无限理所当然地答,可是我不记得了呀。 蓝忘机莫然,内心颇多存疑,又不知该如何相问,亦或是,不敢问。 魏无限喋喋不休地问了一大堆问题,从姑苏的风情地貌到相与习俗, 蓝忘机一一回答,莫了还不忘道, 你亲自去看看不是更好。 魏无限听的心动。 心动的后果就是不顾正式地答应和蓝忘机去姑苏。 而曾被自家先生为以重任的莫玄宇欲哭无泪, 前辈要娶,他哪敢拦着? 出了客栈,众人照见飞上天,一时见光流转,灿烂夺目。 魏无限眼珠滴溜溜地转,见蓝忘机照了避尘出窍, 连忙伸出两根手指捏着他衣袖摇晃, 可怜兮兮地眨着眼, 韩光君,你们遇见吗? 可是我没有见爱,不如你载我吧。 莫玄宇暗暗翻着白眼, 前辈居然撒谎。 他哪次出行遇见了? 不都是直接照飞擒当作棋吗? 蓝忘机点头,率先站在避尘健身之上,朝他伸出手, 魏无限一把拉住,借力跃了上去,站在他身后。 蓝忘机催动灵力,蓝色剑芒闪烁,如流光般飞驰而过, 魏无限被急驰的速度一惊, 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了蓝忘机的腰。 耳边风声呼啸,眼前风景急速倒退, 身后之人如影相贴。 蓝忘机僵着背,一动不敢动。 蓝忘机的避尘速度太快, 远远地将一众少年甩在身后。 莫玄宇任命地遇见,跟着众少年, 心中悠悠叹息, 只愿先生届时不要太生气。